VCD第六篇 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我們接下來講VCD第六篇的內容 我們翻開獎勵第十一頁 左半邊有一個八神 那我們看第一個八神彈藥 這個你們自己看就好了 那我跟你們講一下說 這裡有一個煙波釣手歌約 煙波釣手 這個是七門盾甲裡面一本很重要的書籍 那它裡面的內容 就介紹一些像基本的 它怎麼排局 怎麼排盤 再怎麼應用 但是這本是婚言文很難懂 你看看它的內容都知道了 像它寫 九天至上好陽兵,九地淺藏可立 胡兵彈相,他因為洛逢六合立陶賢 這個意思就是說 八神裡面有九天九地 他說九天 九天的位置 好陽兵 就是說你立於那個新兵 新師,然後你打仗 九地淺藏可立 九地的話就是用來扎眼 用來固守 就是說你固守你的正眼這樣子 但是比較 它的那個 寫法比較溫煙文 因為這是古書嘛 所以我們 我們沒有上這個淹波或釣手 但是你上過我的課之後 如果說自己 博文程度稍微 有點基礎的話 應該都看得懂 因為我把關鍵 我會把關鍵都講出來 但是我們不需要上那些文言文 最主要是你要會用 讓我們上完之後 就是說確定你會用 這個可以的 所以這個我們不用看它了 再來我們看那個 第十二頁 第十二頁 我把重點 直接 念給你就好了 你把它畫起來 指虎 指虎乃諸神之元首 九星之領袖 故曰指虎 這裡九星其實不是 不是那個 之前那個 逢慰充府情心駐任地那個九星 不是 它就是說它是八省裡面的 最好的最大的 屬於 屬於 至極之神 在那個 第一行最下面 屬於 至極之神 最極的 知道這樣就好了 然後中間 你看 微降者居之 因 均 極其 極其 對沖方 則百戰百勝 所以你要站在 直虎方 然後攻擊 對沖方 再來九天 乃漢 乃漢威之神 所居功 其體屬金 性剛好動 亦屬至極之神 也是最極的 其他這個 你有空的話自己看 其他這不是很重要 再來九地的話 屬於 兼勞之神 所居功 其性好盡 主謙功之士 超身殺大權 屬於半兇半己之神 在太陰 太陰的話 乃映幼之神 所居功 其性屬陰 然後它是屬於極的 在第二行那邊 上面 它是屬於極的 聚極 然後第三行 最底下 宜婚姻百事 婚姻百事 再來六合 乃富慰之神 所居功 它是以做什麼 你看第三行 第三聚 宜 隱形 頓機 安全 脫離 戰場 以求財 交易 駕馴 等百事 皇兄化吉 再來 郭神是兇的 郭神朱雀 藤蛇 這是兇的 郭神乃兇二之神 所居功 主兵 歌 戰 征戰 然後你看最後一個 最後屬於兇神之一 最後屬兇神之一 再來朱雀 乃玄弩小偷 神所居之功 那也是屬於八炸 兇神之一 那藤蛇的話 乃虚炸之神 所居功 主 驚恐怪异 那你看結論 以上八炸 有急有兇 躺及心 躺及心 何及格 则諸是己 互兇格 諸是 及兇 解半 如及心 何及格 则凶少可行 何格 及 何凶格 则摘握難免 你這樣看起來很複雜 就是 等一下我現在 我幫你總整理 你抄起來 你抄起來 就 天地盤的 天地盤的 還有 門 八門 九星 八神 這個都幫你整理起來 幫你抄起來 來 我一個一個解釋 及兇的決定方法 第一個 當然是 天地 走門 這個門 就是八門 心 九星 天地 門 心 神 聚集 當然 這是最好 這是第一個 這個是大集 排第一等的 這是大集 好 再來第二個 第二個 第二個 天 地 天 地 天地 天地 門 心 集 然後神匈 八神匈 其他貼地 門 心 都集 只有八神匈 這個 這種也是 集 這個是中上集 排第二等的 就對了 貼地 門 心 集 然後就神匈 這排第二等的 好 再來 第三等的 就是說 天 地 門 集 天地 門還有神 集 那也是 心胸 這個也是 屬於中集 中上集 也是 中上集 也是 但是他還在 第二個這個之後 因為 心的力量 大於神的力量 好 第四個 天 壁 還有 心 神 集 還是 門胸 心 也是 這只有中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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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第五個是 天地革胸 還有 而且他的 門 心 神 集 這個也是屬於中集 但是他還是在 你 在 第四個之後 好 因為 這性子 你從現在都被你發覺 為什麼這樣排 因為 代表說天地的 天地盤的那個天竿 最大 再來是 八門 再來九 星 再來八神 所以排出來就是這樣子 接下來第六個 第六個是什麼 天 地 門 天地門 集 但是 有兩個是兇 心 還有神 是兇的 有兩個是兇 這一個的話 這一個的話 這怎麼寫 這比中集 就算中下集 就對了 已經快接近 接近兇了 好 第七個 天 地 心 集 還是門 神 兇 兇 這個話已經不急了 這樣子的話已經不行了 這算是小兇 小兇 好 門還有神 兇的話就是小兇的 再來八 天 地 神 集 但是門 心 心 兇 這個 也是小兇 但是大家 排在這個之後 比這個還小一點就對了 第九個 天 地 沒有 第九個不是這樣子嗎 第九個是什麼 第一種是天地兇 天 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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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第四个就是说 你天地 再来一样就写 门心神 其中两个凶 这样子的话 就是大凶的 再来第11个 那也是 天地 还有门 心神 俱修 这个最大的 大大的凶 特的凶 他的排列我把它排成11个 这跟我原先排的不一样 原先只排7个而已 你看到我的讲义这边 我自己课本上这边 我只排7个而已 但是 我为了让你更 了解的话 再来增加四个出来 第一个那也是 天地门心神聚集 这是大凶 再来是天地门心 集 神凶 这个没有什么关系 这中上凶就可以用 再来是天地门神 集 然后心凶 这个还可以用 第四个天地心神 集门凶 这个就要小心一点 因为我们的力量蛮大的 我们的力量才在天地之下而已 这中凶这个就要考虑了 你如果有大凶跟中上凶 你到底要用大凶跟中上凶 我们干嘛用中凶的 对不对 第二个天地 凶 然后满心神集 这个最好也不要用 所以 最好是这边 前面三个为主 这边 最好用这边 然后这个是勉强的 这边 第四五六是勉强更用的 然后七以下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用的 那绝对不可以用的 第四个天地心神集门凶 门凶是不要用的 天地凶 那是门心神集 天地凶也不要用的 天地门集 那心神凶 这两个凶也不要用的 所以它的原则就是说 你天地 天地 天地是一起的 这两个加起来构成的 所以天地这个加起来的 还有门 这两个其中一个凶的话 就不要用了 心神 心神的话其中一个凶 没有关系的 但是心跟神两个都凶 就不要用了 它的原则就是这样子 再来第一个天地心集门 还有神凶 所以那也是不能用的 因为门已经 一个软也在面前 再加上神 这不行了 再来天地神集门 这哪里不行了 再来天地 跟门心神集中一个凶 好 那这刚才更不行 因为天地已经凶了 看的意思是天地凶 再加上门心神集中一个凶 这样更不行 再来天地凶 再加上门心神 其中两个凶 就更不行 再来天地凶 还有门心神都凶 最不行 最不行 那为什么要 为什么 你想说 那想好的就好了 反正我好 怎么会用就好了 你跟我讲那些不好的 干嘛 不好的你可以让别人用 就是说 你可以让他错在这一方 比如说你找不到好的 找不到好的 对不对 你要去跟人家谈事情 你找不到好的 找不到像前面一二三的 但是你可以找到这种 大凶那种 特凶那种 那你就坐在对面了 对不对 坐在对面 让他坐最凶的那里 让他运势最不好 那相较之下 整个就变成你好了 就这样子 所以 你还是整个都抄起来 整个都抄起来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这个一定会有 这个很重要 这个一定会有 好 再来我们讲一个诀窍 一个重点 我们都还在那里讲 我留到现在才讲 好 我们所谓的旺方 比如说你找到有一个心心的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的旺方 那你要怎么去用 这有分动态跟静态 有分动态跟静态 这不一样 动态的话是向望 静态的话是背望 注意哦 这不一样 这不一样 所谓动态的话 就是说 你行动 你行动 用走路的 或什么骑车开车 有行动的话 比如说你要去哪里 你就要朝望望而走 向望望而走 但是走到那里 你坐下来跟他谈事情的时候 你就要背着望望做 这样懂不懂 比如说 比如说这里 比如说这样子 我们以正确的那个地图 跟北 北 东西嘛 那假设说 我旺方在东方 我这个思想的旺方在东方 那我要怎么去这边 我就要这样子嘛 从这边走嘛 走 走到这边 对不对 走到这间餐厅或什么 我这样就是向东方 就是用向东方 所以动态 动态要向旺 向旺方走 但是走到这间餐厅之后 我要坐在哪里 我要坐在这里 坐在这里 然后向这里 坐下来之后 被要对的 旺方 向的甩方 好 这个要会 所以口语 就是说 动向旺 被 近 被旺 动的时候向旺 近的时候 被旺 好 这个要会 好 那一个问题来了 好 现在不是也很多那种电话行销吗 比如说电话行销 电话行销的话 电话是算静态还是动态 想一下 算静态还是动态 电话要算动态 电话算动态 他不是算静态 因为 你不想他在什么方 对不对 所以你要 打去跟他讲 你比如说从 台中 打电话 到台北 这个是动态的 动态的 有距离的动态的 这不是静态的 所以这种 你要向旺方 你要向旺 也就是说 台北这个位置 要旺方的时候 你来打给他 比如说北部旺方的时候 你要从台中 打到台北去 好 那接下来 我们讲什么 我们讲那个 D68A 这个 这叫天地盘 其以相加吉凶表 这个我们不用一个一个念 我大概也看过而已 你这个 它的原则上是 加一丙 加一丙丁 加一丙丁 这四个组合的 大部分都是吉 那其他物吉更新人愧 组合大部分都是凶 好 吉没有啦 物还有更新人愧 因为吉的话 这本书吉的话 跟甲的话 是相同意思的 好 所以吉的话也是属于好的 那物根新人愧的话 主人大部分都是凶 好 你可以看 第九十八页 甲加甲 都吉嘛 甲加乙也是吉嘛 甲加饼也是吉嘛 甲加丁也是吉嘛 甲加丁也是吉嘛 好 当然乙加甲的话 是吉 那乙加乙的话 是乎云 它是凶 乎云大部分都是凶啦 只有甲加甲是吉 好 当然乙加丁的话也是吉 乙加丁的话也是吉嘛 那乙加物是吉 乙加吉也是吉 那乙加根加心的话 就变成凶 乙加任加鬼的话是吉 好 那乙加甲的话是吉 乙加乙的话是吉 乙加丁的乎云是凶 那乙加丁的话是吉 好 乙加物加吉都是吉 那乙加根是凶 乙加心加任 这个都是吉 好 那乙加鬼的话是凶 好 再来丁加甲加乙这个都吉 丁加丁的话是凶 好 要注意哦 丁加丁是凶 那乙加丁是吉 好 有没有你看 丁加丁的话是凶 好 那丁加丁的话是凶 好 那丁加丁的话变成凶 好 在丁加丁 好 这符语 没有原因哦 你可以自己看 乌加乙的话是凶 加丁加丁都是凶 再来乌加乌加吉加更加心 这个都是凶 乌加仁是凶 乌加鬼是凶 好 好 好 再来从这边开始 大部分都是凶的比较多 你看 几加甲的话是凶 几加乙的话是凶 好 再来几加丁加丁都凶 几加物的话是凶 好 再来都是凶嘛 你看几加吉加更心人鬼 这都凶 好 再来更加甲为凶 更加乙的话是凶 更加丁的话是凶 更加丁的话是凶 再来都是凶嘛 丁加物 吉更心人鬼都是凶 再来心加甲乙都是凶 心加丁的话是凶 再来心 这样 丁、物、吉更心人鬼都是凶 你看 好 因为后面这个 就是都是凶的比较多 再来任加加丁都是凶 只有加丁物是凶 再来吉更都凶 加心是凶 加任加鬼都凶 再来鬼加甲是凶 加乙丙丁都凶 加物的话是凶 再来加吉更心人鬼都凶 所以你可以知道 天盘的话 加乙丙丁 在天盘的时候 凶的比较多 尤其地盘就是加乙丙丁的 那大部分都是凶的比较多 除了虎影之外 底下像物 还有更心人鬼 在天盘的 就比较少 比较少凶的 原则上是这样子的 那你还是要对照一下这里 但是它后面这个都已经帮你对好了 比如说你换到162页 我们随便看一个 随便看一个 比如说230图 230图 我们可以看230图 那为什么 它的信号是在中间 这是北方跟南方 那我们看北方那一个 丙丁修瑞成 瑞是凶的 成也是凶的 勾成 成就是勾成凶的 瑞的话 天瑞也是凶的 那这是只有 丙丁加起来是几 还有八门也是几 那我说这样子的话 是勉强可以用的 那为什么 它这个会打信号 就是因为丙丁加起来挤的 不然你看 丙丁加起来一定是挤的 不然它都不会这样写的 你看六十九月最后一个 丙加丁为三起顺遂 贵人吉利 常忍平静 而且又加上修门 所以你看 九星跟八神不好 就没有关系 那你看南方那一个 贾家轨 贾家轨是 是什么 也是几 有没有 第六十八耶 小家轨为 树根路水同性相骨化险回乙 所以它加上 琴门也是几的 然后 刃也是几的 胡也是几的 所以它都是几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的为什么是凶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 左边 丁雾杜蒙天 这一个 你看 业雾是什么 丁家戊的话 是几 有火 有乳 平安 福寿 巧夺天公 但是它 杜门的话 杜门的话 是凶的嘛 它门凶的嘛 天逢的话 也是凶的嘛 所以这两个都凶的啊 然后 这九天 九天的话是几的 但是因为它门 还有心 都是凶的 我说过啊 门一个 凶就很重要了 再这样久 先凶的 这都不要用的 对不对 所以它的就是这样来取的 它的心号就是这样来取的 但是 你光这样子 还是不够 因为它有很多 没有把你挑起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讲的 有一些东西 我们现在要讲的 从第84页这边 这个很重要 这边比较难一点 从84页这边比较难一点 你要好好听 也不会很难 就稍微难一点 就稍微难一点而已 从84页这边 这边 这边又转有名字 这个你要会 比如说 奇门凶死 一个叫五不遇死 像这个的话 它就没有帮你挑起来 所以有可能 你打心号的时候 也会遇到这一个 但是那个就不能用 那个心号就不能用 所以这里你要好好听 所谓五不遇死 即是时干比克日干 什么叫比 比就是同五行 那克的话 就是比如说金刻木 五行一刻之类的 金刻木 木刻图之类的 那所以 例如假日遇到根五时 因为时干为根 属羊金 日干为甲属羊木 那羊金为克羊木 所以为彼克 彼克者即羊克羊 或阴克阴 那因为日干为成 为君 时干为成 时干克日干 是为成换君 代表君臣不合 故不遇死为凶死 众有其满极可 也不以用之 所以滑起来 故无不遇死为凶死 众有其满极可 也不以用之 所以这个就要注意了 那 它左边有个表格 所以就算你不会深刻 那个也没有关系 它左边有个表格 日干 加以秉丁物极 更新人鬼的时候 那时干是 更新人鬼 加以秉丁物极的时候 这些都是五不遇死 就是你的日干 比如说是假 遇到的 时干是更 这个就是五不遇死 这个很多 很多情况会遇到 比如说我随便找个例子 找个例子来看看 比如说你看184页 我们随便找个例子 184页 498图 心事实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 它这个是以日跟更日 以日还有更日的死盘 所以它有可能是以日 也有可能是更日 那你如果是以日的话 那心事实就不行了 对不对 因为心的话属于 金它属于阴等 那它会刻那个乙 乙也是属于阴等 属于木 所以心会刻乙 所以这个不行了 但是你如果是更日的话 就没有关系了 所以看这本书 没有办法帮你 把它写出来 所以要靠你自己 注意一下 什么叫五不遇死 你要注意一下 比如说 我们再找一个 比如说像秉日的话 秉它是属于羊魔 那羊魔被什么课 被什么笔课 羊水吗 羊水的话就是嫩 所以 有嫩的就不行 所以 这个嫩成死就不行 第509盘 那个就不行 你就不能用 你比如说秉日的话 你这个盘整个死都不可以用 你秉日的话 整个嫩成死都不可以用 你不要说看到一个 南方有一个好的 西北有一个好的 有打星号 你就去用 不行 因为那个是五不遇死 就不可以用了 那应该会 五不遇死 很简单 但是有时候你会不小心 就忘记了 就没有去注意它 所以你可以像我这样子 你可以像我这样子 比如说 比如说 在这边 在你 后面这1080盘 上面这边 有没有 秉日 你就在上面写认 代表说秉日的认死 不可以用 所以你一看就知道说 认成死不可以用 没有看到 这里 秉日 认死 有没有 那新日的话是根 你看 新 新 新日的话是根 因为火克经 那这边也是一样 写起来 以日的时候 新死不可以用 更日的时候 丙死不可以用 你就 勤劳一点 你看我每个都写 你看 我都把它写起来 有没有 还有 我这边做了很多胡号 有没有 每一个盘 我就做了很多胡号 有没有 这其实都有意义的 好 这等下我们会讲 那你这五不一时 先把它写在这边 好 丁日的时候遇到 葵时就是五不一时 任日遇到虚时就是五不一时 戊时啦 任日遇到戊时就是五不一时 好 所以这样子 你一看就知道了 好 你倾倒一点 把它写在这边 好 因为这个你要 可能可以用一辈子的 你倾倒一点 花了几天工夫 把它写在这边 那以后再用的时候 就很快 而且不会忘记 好 那五不一时 这都不要用了 那 如果是出行 你要到运去 或者买车 或者要签约的话 就更忌讳 就更忌讳 再来看85页的 玉女守门时 玉女守门时 是其门及格 即 这是好的格局 其门及格 那事宜在什么 运筹 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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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求婚 还有男女 因时和和之事 但在六时夹时中 只有六个时辰 会有玉女守门的格局出现 即用时为乙卯 吉卯 丙武 根武 物质 兵友 这个时辰 这六个时辰 以上六个用时 无人可善加利用 但已分辨真假玉女守门时 若与五不玉食相提出 则 舍而不用 例如假日跟五食 这为五不玉食 虽有玉女守门的格局出现 也是不用它为食 好 这一定会遇到嘛 这六个时辰一定会遇到的啊 我们看一下 他一定会遇到五不玉食 这玉女守门时很好用 如果说是要追女孩子 或者说女人要追男孩子的话 要约会的话 这很好用 感应很大 我好几个例子 很多人在找我 要那种男女这件事情 我就将用这种格局 用这种时辰 这格局力量很大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像乙卯 乙卯食 还有像吉卯食 冰武食 跟武食 物子食 还有冰牛食 你会觉得 你看 他的食 为什么集中在这个子五毛友 有没有 子五毛友 因为子五毛友是桃花 是桃花 是木玉 是桃花地 桃花石 所以你看他集中在这个 真实 那他也会碰到五不玉食 比如说这个乙的话 木克土 所以他如果说是木的话 也不是吉的话 吉的话就不行 这个是属于鹰木 鹰木的话 克鹰木 所以他如果 几日的话就不行 那这个 鹰木啊 鹰木克鹰水啊 所以他 魁日都不行 那这是阳火嘛 阳火的话克阳金嘛 所以登日不行 好 根是羊金 羊金克羊木嘛 所以吉啊 是不行 好 羊土克羊水 所以人子不行 好 鹰火克律金 所以辛子不行 好 就这样子嘛 好 所以你不要说 根是你用到鼻鼓式 那就不好了 不才那个 不才那个 不才那个用的玉女手 你隔绝 好 所以你稍微把它记一下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几天的这几个石 不可以用 好 那你有这几个石 就不管说他 八位 的吉凶人 这几个石去用 都好 但是不可以遇到我鼻鼻子 那如果说 你再找一下 如果说这几个石 又可以找出 好的方位 那当然就可以用啊 那当然更好啊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们随便找 比如说这个 152页 152页 111图 这有以卯石嘛 你看以卯石的话 就是玉女手门啊 那玉女手门的话 它的 它的西方有一个 新号嘛 然后 东方南有一个新号嘛 然后西北 有一个新号嘛 那你看 你就可以用这两个地方 就可以用这两个方向啊 好 你配合这样子更好 好 好 不然的话 你搬这个玉女手门 就很好用的了 好 那你如果配合的话 它就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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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好 再来 何谓三棋入木 三棋入木 三棋入木 三棋入木时 极荒的力量 无法充分发挥出来 好 因为入木嘛 三棋就是好的 那好的入木 好像就是被人家 被人家盖到入木底下嘛 那就没有办法 发挥出来 三棋入木有两种情形 一是 石干入木 石干入木的话 即用死为 它是一味死 丙虚是丁丑 其实一味不是 一味你把它画掉 只有丙虚丁丑 丙虚要丁丑了 好 丙虚丁走了 这时候是 再来 翻过来 是天盘三棋 以丙丁入木 即天盘的乙弓 乙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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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为天盘三棋入木 虽然是三棋力量 发挥不出来 那它这里有个表 有没有 它这个表就画错了 这里才对 丁在这里才对 你看嘛 天盘乙弓 乙弓 乙弓 这是坤 丙在弦 乙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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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正 它自己画错了 所以要在这里才对 那这叫天盘三棋入木 天盘三棋入木 它有什么意思 它有说你的棋望破灭 前途完全无望 它会出来 前途完全无望 所以你可以 你可以 比如说 我是用这样子 我三棋入木 三棋入木的话 我就是用一个 三角形的弧号 来表示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的屏 比如说随便换一页 随便换都会有 比如说我换到198月 你看 198月 我里面有很多这种 这种符号 有没有 这一月刚好没有 看199月 你看 我这边 第674图 这边 我就在这个 仪这边 画一个三角形 有没有 那 这个什么意思 这是三棋入木 你看 仪 但右上角那一格 就三棋入木 所以这一格 它虽然 有打新号 对不对 674这一格 它虽然有打新号 可以用 但是很可惜 它这个 以三棋入木 这样就看得到 抱歉 这边 以三棋入木 有没有 所以 它这一个就不要用 它这个就不能用了 所以这个李阿慧 因为它这本书 没有帮你挑选出来 所以 你要自己挑选出来 你要像我这样子 把这规则 记守 然后 把它写在这本书 画在这本书后面 这个 你只要看到仪 仪在昆宫的 你就把它画了三角形 或者符号随便你 你自己决定用什么符号 就把它画起来 比如说 找一个 比如说 比如说这里 比如说这个 203叶 203叶 它的柄 在这边 有没有 柄在前宫 那你看柄在前宫也是 三奇入木 所以你看我是用一个三角形把它画起来 还有这一个 这一个 202叶的717盘 它的钉 在更宫这里 在左下角 有没有 虽然它很好 你看 丁家任还有 开门天心 还有九天 很好嘛 很急嘛 很可惜 三奇入木 三奇入木 三奇入木的话 它还是没有办法 完全发挥出来 好 就这样来看 所以你要把它画起来 那三奇入木 讲完之后 再讲 还有什么 何谓缓淫 缓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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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 天盘 八门的位置 与地盘 固定八门位置 成对冲 这什么意思 还记得 地盘的位置 地盘的八门 就是开门在这边开始 开 修 身 下 肚 紧 死 金 这是地盘的嘛 地盘的八门 那我们 我们后面找到的这些东西 是天盘的 我们后面找到的这些东西 都是天盘的 都是天盘的 那什么时候会呼应过 什么时候会呼应过 就是说 只要你 其中一个相反 其中认为一个相反的话 它一定就是反应过 所以你的天盘的话 刚好就反过来 开变成在这里 修 身 三 素 金 持 金 变成这样子的话 这个就是反应罐 反应罐 反应罐 那反应罐是用圆圈来代表 所以你看我这边也有 你看 我这边也有 比如说我们看到124页 B258图 D258图 我就圈这一个修 有没有 我把它圈起来 那你看 修在上面 在上面 这个就是反应 反应盘 所以 只要圈一个就知道了 那比如说 比如说 170而已 我就圈修这一个 对了 172页 349图 你看 还有357图 你看 这个都是反应罐 这是门的反应 门的反应 那我就是把它圈起来 你只要注意一个就好了 注意 修门 会不会出现在这边 都知道了 修门一旦出现在这边的话 就是反应盘 那你把它圈起来 就知道了 它整个都是反应 就对了 那个时辰也不要用 你就好了 他说 例如天盘开门再训工 例如天盘的开门再训工 训工就这里 给予地盘开门再前功对冲 就是地盘 这是门的反应 那九星 九星也有反应 齐底相同 九星一样有反应 九星的反应 你可以看87 87页的左边那一个 所以你只要注意天盘 天盘 天盘带这一个的话 就是九星的反应 所以 我也是把它画起来 我也是用圆圈做代表 比如说看198页 198页 你看天盘在这边 我就把它圈起来 还有像 129页 任务这一个 649 天盘会把它圈起来 这是九星的反应 那 九星反应 还有八门反应 这个会怎么样 这个会怎么样 你抄起来一下 抄起来一下 重点抄起来一下 这一节内容比较复杂 比较杂一点 所以你要好好看 注意这个重点 九星 反应 虚 欲 奇门 同工 才可用 什么意思 都说你的九星 你九星比八门还 不重要 所以你九星如果反应的话 这是你的 三旗 三旗就是讲过了 天盘跟地盘的天罡 比如说贾家乙 乙加饼 那这个 必须要三旗 还有八门 是几的 同工才可以用 这奇门同工就是说 他们两个都是几的 才可以用 才可以用 比如说 比如说 他的乙丙 修 修 修 乙丙 生好了 然后这边是 然后这边是 这边是 这边是 随便 天盘 九天盘 像这一种的话 可以用 那虽然天果 我们这边 是 胡云挂 是缓银挂 是缓银 是缓银盘 不是挂 缓银盘的话 但是因为他这个 齐啊 这个叫齐啊 这个叫什么 三旗 八门是几的 这个就可以用了 像这样就可以用了 但是其中这个 如果说这个 改掉 随便改了 比如说 度 那就不可以用了 或者说 这个天地盘 加起来 不起 就不可以用了 再来 八门 八门 胡云 缓银 衰玉 三旗 人不可用 所以 门的缓银 胡云比较严重 门的胡云 很严重 那胡云等一下 我再讲 胡云还没讲到 那 还有一个九星胡云 九星胡云 不要信到 九星胡云的话 可用来 收银 收银 货物 财物 可以去收债 可以去收一些货款 你如果说 你如果说不是用来收货款的话 一样 跟这缓银一样 去遇到奇门 同工才可以用 反正跟胡云的力量差不多 但是这个胡云 可以多用那一个 就是收链 破物 你没有遇到 那个 奇门 同工也可以用 用来收链 破物 只能用一个而已 但最好还是不要 也就是 有讨论 我们才去用 我们选这种 奇门论 学这个当然是要选到最好的 那你八门的话 不管胡云 缓银都不会用 那 虽欲三起 人不可用 所以交友 胡云缓银就不可用了 那什么叫胡云 胡云的话 就是天盘跟地盘 在同一宫 叫胡云 我们看第八十七页 胡云者 即天盘的八门位置 和地盘八门位置相同 称之八门胡云 九星胡云一同 原则上 齐门缓银 与胡云 动如不动 因为力量无法 无法充分包围出来 故移境不移动 课本上是写说移境不移动 我就是叫你不要用的 那真正的用户是这样子的 最重点在这边 你用自己做记号 像我这样子 缓银挂 缓银挂 你可以用圈圈 把它圈起来 缓银盘 你可以圈起来 那胡云盘的话 胡云盘的话 我是没有 没有做特别记号的 因为胡云盘的话 我一看就知道了 胡云盘我是一看就知道了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就是胡云盘 这个 一百四四页二十一图 这一个 我一看就知道 因为开在这边 地盘在这边 开在这边 开修生 有没有 跟天盘跟地盘一样 所以这一个就是八门的胡云盘 所以我们就不要用了 那 九星的胡云盘 就像这一个 天逢在这里 这个就是九星的胡云盘 这是我一看就知道 你如果不知道的话 那你就自己 再找了记号把它做上去 所以地盘的 完全跟天盘的一样 那个叫胡云 地盘的跟天盘的 成对冲的位置 叫缓银 缓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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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这样子 它的重点在这边 好 好 那我们今天讲到这边 这里要好好 自己多看一次 这我知道 我以前唱的时候 有些同学 听到这边的时候 有时候会不撒场 听不太懂 但其实不会很难的 你只要懂得它的五行 相生相特 有没有 还有些什么 呼应 你不要被那些名称吓着 好了 那其实没有什么 你把它原理记起来 然后把它 写到 把它做记号 画在画面这边 一个一个一个画 你看你像 像老师也这样画 老师也没有偷懒 像你这样画 你看每一篇都有 每一篇都有 所以你们也不要偷懒 一个一个把它画起来 这样你在找的时候 就可以用了 比如说你看 比如说 比如说我要用这个 这个石 心事石 这一个 四百折八土 这一个 那你看 我本来 是这两个打星号 都可以用 但是你看 这个打三角形 这叫什么 这叫山崎路牧 这个都不能用了 这个呢 这个完全没有记号 那这个就可以用 那我就知道说 我用这个比用这个好 但是一目了然嘛 所以你们最好是学我这样子用 这样子的话 你在找的时候就很方便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 那我们下一堂课的话 还有一些 像攻破门破 这个也是很重要 像八十八页这个 和卫门破 与攻破 这个很重要 还有一个 九十页的六 以极形 这个也是很重要 那这个讲完之后 我们就在讲格局 讲格局 好 那我们今天讲到这边 很容易 好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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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